打开中国武术 宏伟的宝库 18班武艺 百兵齐出 功夫龙呈现给您最完整的教学 今天我们所要教授的是 白梅刺销剑 中国武术 兵器一门的种类繁多 无论是长兵短械齐门暗器一应俱全 在中国武术界统称为18班武艺 严百兵而知中国武术之浩瀚 知百兵而名文韬武略之精要 然而重有百兵之重 却仍然是以刀 枪 棍 剑 四大兵器为主 毕竟横棍扫千军 枪扎一条龙 刀匹如猛火 剑出赛飞凤 刀枪棍剑 展现出中国武术的精要 四大主兵 诠释出中国武术之要诀 其中由以剑术一门 更能彰显出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哲理 预剑之术在于理 预剑之术重于诗 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关键 就在剑税之上 剑税并非图具外观之优美 剑税并非三尺清风的装饰 剑税 剑之施业 剑税 剑之离业 剑税实为中国剑术一门的魂魄 有魂而剑身 有魄使剑火 剑税之精妙 静蕴藏于 白梅刺销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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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在功夫龙中国武术学院的课堂里跟大家见面 中国的剑术总让人有一种高雅美丽高深莫测的感觉 尤其当一把长剑挂上了碎之后 更彰显出它的优雅 但是剑税不仅仅只是一个装饰品 他跟剑在未来的剑术以及格斗运用上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 剑税可以说才是练习剑术的老师 当你的剑术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剑税就会警告你 而将你的手缠住 这是一种告剑 更是一种训练的过程 现在就让我们先将这套白梅刺销剑的掩饰方式整个欣赏一遍 先去了解这套剑的格局 再开始今天的教学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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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电话 乱戏 转发电话 转发电话 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电话 看路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它是一套完整的训练流程 第一套叫做试图感悦 让你了解睡是如何的运用 第二套就是这套白眉吃小戒 让你真正的懂得什么是戒 第三套也就是最后一套 就是植物代药剑 它让你知道剑在格斗时的运用上面 是如何的运行 这是一种按补就班 一步一步达到练习剑术目的的流程 现在就让我们将这套白眉吃小戒 正式的交售给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